超市內天花板電燈不斷晃 貨架隔板也搖動 顧客立刻轉身往外跑 林邊電源也嚇得趕緊衝出 物品左右晃動超過30秒 9號下午2點23分 東部海域發生瑞士規模6.1地震 深度27.5公里 宜蘭花蓮雙北台東最大震度都是三級 這也是今年第五個規模超過6的地震 整體來說 今年的地震確實是比較頻繁一些 那海盆這個海盆地區所發生的地震 規模6以上是相當頻繁的 氣象局地震策報中心統計 這海盆地區從1978年以來 已經發生超過20起地震 這是第21起 算下來平均大概差不多兩年 就會有規模超過6以上的地震 因為地震距離比較遠 引發台灣陸地災害的機率低 而不少人覺得這次地牛翻身超晃 但國家警報卻沒想 主要是這次低頻撥造成 而各地震度也沒有達到四級 呼籲民眾不需要過度擔心 他的餘震一般來說 以這個地區他的餘震不會很多 那我們估計應該在五天內 不排除規模超過4.0到5.0 4到5的餘震 五天內還會有這麼大的餘震 而地震當下北傑就按照SOP 進行列車慢速徐軌作業 台鐵也有部分列車慢速行駛 影響約2600名旅客 機械一度停駛待命兩分鐘 統計共影響16列車約574名旅客 這起地震日本氣象廳測爆規模是6.6 深度20公里 因為疫情海面波動 保險期間還發表海嘯預報 提醒沿岸民眾做好撤離準備 台北未來幾天也不排除愚症 民眾也得多加留意 TVN新聞簡大成高志宏廖子判綜合報導 像我一樣確診只能在隔離當中跟媽媽視訊 跟家人視訊呢 開直播聊聊確診大小事 立委蔣萬安人即便再居隔 還是想盡辦法跟大家互動 粉絲刷一排祝福早日康復 但這其中觀看的人竟有他 欸你沒看錯就是2022可能對手 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也在一起觀看直播 但沒有留言就是默默follow 這是刺探敵情嗎 因為前一天黃珊珊也到蔣萬安臉書留言 應該是我們的小編很認真 我知道蔣萬安也有確診 那當然就是還是表示關心 用大家長之姿來關心 這康瑟儼然把自己當準市長 就在9號這天 黃珊珊代替柯文哲連跑行程 直接坐在正中間主持疫情記者會 中午還到即將開張的木炸機場 南區車來速PCR採檢站場開 這現在還在籌備中正架設器材 最快11號上路 上午還去了兒童防疫門診視察動線 那柯市長人呢 市長請假是好像之前很早就安排的 所以主要是比較難改期 所以市長有請假 然後請假的狀況應該就是 我們早上防疫會議市長都在線上 都做完指示 然後雖然他在火車上 他還是繼續開會 2022北市市長選站 燕瀟未已悄悄瀰漫 TVB宣無愧離最後的台北報導 一棒在大午山旁的潮州空降場 特戰傘兵執行跳傘任務 當地居民早已習以為常 但接下來這畫面卻很少見 跳傘任務全程渡軍 戴著墨鏡的白人教官 被當地民眾拍下放上臉書 事後發現身份是美國ODA特戰 分隊教官來台協訓特勤隊員 附訓高空特攻戰技 針對弱點補強 除了高跳低開小組滲透等特攻戰技 恰恰近期散兵正處於換裝階段 美軍ODA特戰分隊協訓 要確保散兵安全物餘 也可交付實戰經驗 ODA它的全稱其實是Operational Detachment Alpha 也就是俗稱阿爾法小隊 那它在阿富汗戰場 還有其他的戰場都屢見齊工 是一個實戰經驗的部隊 歷年的一個協訓任務來看的話 都會著重在一些就是武裝力量 就是相對受限的小國 比如說烏克蘭 也包括中華民國 然而近期舉凡美軍特種部隊協訓 美軍ODA特戰分隊來台 甚至我陸軍更赴美軍裝甲部隊受訓 台美軍事合作頻頻 藉著台美的入圍專案 這樣的一個合作模式 讓我們的軍方有更多 可以互相交流 其實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即便陸軍司令不回應 這類台美軍事交流 都屬常態性既定行程 不予評論 但美軍加強協防台灣 早已不再是只能做不能說 TVB的新聞周玉峰 葉豐瑋 台北報導 國民黨立委到台北地檢署案 林告發陳時中 指控在高登快篩採購案上 涉嫌圖利貪毒 但如今立委再點名 紅朗生物科技呢 是在這樣的一個民宅當中 之前是在做動物用藥的一個公司 講的紅朗也是政府緊急徵用快篩的 進口商之一 他的資本額三百三十萬元 這回接下四百萬劑 約三點八億元的投標案 尤其在改營業項目後 搭上快篩採購列車 所以才引來立委質疑 從去年EUA居家快篩 就是核損之後呢 我們就已經賣了將近三百萬 在這個市場上了 紅朗還強調和政府沒有私人交情 也表示一直以來都做快篩的業務 確實從網站上 能看到不少相關的產品 不過還有承攬一百萬劑快篩的 因斯瑞背景遭立委酸 是小吃店高登2.0 之前也有做過線上遊戲代理 他有很多的這個民事的官司 現在還在訴訟中 面對質疑因斯瑞說明 遊戲代理跟進口篩計 本來就是不同的公司在處理 遊戲業務雖然曾倒閉 但目前也重新復業了 因斯瑞的網頁上也能看到 從快篩試劑醫療器材到酒水 全都油在賣 但對中央來說 這些或許沒那麼重要 講這些 他的廠商資格過往怎麼樣 那最後都在他能不能交貨上面 會表現出來 我們只要在最後一關有做好把關 那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在酒間進口商中 保證能進一千萬劑快篩的新副委 更被立委洪孟凱質疑 是綠有有 因為負責人和董事簡承瑩 都捐過政治現金給綠營人士 而簡承瑩還是誠實中的學弟 種種巧合也招來國民黨立委諷刺 只要顏色對了 要拿進口資格似乎不難 TVB的新聞 周宥軒 劉立成 李怡婷 台北傳媒報導 佔一組自費快篩是250元 但像我剛在另外一間藥局 購買的這個兩入組 就是600塊 平均一進300元 兩者就價差了50元 快篩世紀價格大亂 業者大喊無奈 像這款韓國進口的世紀 進貨價從年初的190元 漲到近期扁200元 喬喬妹沒賺錢 賣貴了又怕沒人買 我們的進價 比超商的進價都要高了 那現在超商賣的價格比較低 我們現在很難去銷售這個出去 所以像我今天早上 就把原來的訂單就取消掉了 超商以前各品牌一季都在360元左右 現在降價為180元 簡直是跳樓大拍賣 這不免引發質疑 過去是不是有聯合 烘台價格 當然還繼續在觀察 因為這個這個價格一直在波動 我們雖然 你都已經波動到從360變180已經降了一半 你都還是說查無不法沒有聯合沒有烘台 市場機制未免也太過自由 同黨立委拋出建議乾脆由中央採購同意發放 沒有道理用人民的納稅錢去買 但又要人民自己再掏藥包去買快篩四季 等於民眾被政府剝兩層皮 但就算貴也不是有錢就買得到 不少民眾請國外親友代購 結果卻卡在海關 因為不只要申請文件 還有繳兩千塊的規費 而使藥署現在同意 只要是六月底從國外郵寄 自用一定數量內通通免申請 但一個人能帶多少量 衛福部搭不上來 一個人可以帶幾計 這個老實講我沒有掌握 只說不能賣 但帶多少進來才不違法 外界都需要答案 就怕政策一變再變 中央現在也自亂陣腳 TVB的新聞程序 張科台北報導 全台最有名的房東張淑金 坑殺一百多名房客 人還在獄中服刑 但苦勞蹲不完 最高法院再針對他 誣告房客部分 判刑八年六個月定驗 張淑金從2013年開始 被指控出租廣告不實的房屋 訂定不公平租約內容 房客發現被騙 想退租就會遭到刁難 一名當年就讀法律系的學生 和張淑金簽約半年 交了押金三萬 還被要求填寫父母簽名 作為連帶保證人 後來上網查發現 房子是違建 合約包括不接房東電話要罰錢 租稅要房客負擔等不合理條款 隔天返回想退租 自己和爸媽都挨告 我求償了十萬 然後他不只告我也告我父母 他說他們是連帶保證人 試著我們可能沒有什麼社會經驗 包括我那時候還是一個學生而已 可能對租房子也沒有太多經驗 張淑金官司纏身 用假租約欺騙點交房屋的法院人員 被依偽造文書罪判刑八個月定驗 控告55名房客和家屬侵占鑰匙毀損家具 吃上誣告罪官司判刑五年半定驗 如今法院在針對另外78名受害人 以19個誣告罪判張淑金八年半定驗 扣掉已經服完的刑期合併執行刑最重恐怕得關14年 若表現良好最快服刑7年可以假釋 前前後後跟他其實耗了6年 就是我從在大學遇到他到現在我都已經出社會好幾年了 對我而言這應該算是一個遲來的正義吧 終於他現在可以就是未來好幾年 應該都會在牢獄中度過 那我希望他可以在裡面好好地繁星 雖然獲得勝訴 但張淑金早已脱產 被害人錢拿不回來 看到他被判刑是唯一的公道 只希望不要再有其他人受害 TV的新聞李明輝檢育期台北報導 編衣警察才亮出身分 這剛滿18歲的年輕男子 什麼都招了 原來他是詐騙集團車手 搭小黃道超商要領被害人的存款 被穿便衣巡邏的派出所遠景發現 行機詭異 等他領了包裹立刻上前盤問 你領多久了 我領第一次而已 第一次而已 第一次 第一次而已第一次 不斷強調自己是第一次 還很擔心被警察抓走 但接下來這句話 間接坦誠 你明知故犯 一秒發現說六嘴 趕緊否認 改口說不知道幫忙領什麼 原警打開包裹 是兩張金融卡 年輕男子眼見無法自圓其說 才坦誠被車馬費吸引 到詐騙集團兼差 接到指示 到超商領包裹 一次可以獲得一千元 但他首次出任務 就被原警看出破綻 下車後不停講電話 行機相當可疑 便上前盤查 男子便稱西方有人領取包裹 警方進一步詢問有人身份 男子卻知乎其詞 回答得含糊不清 最後能被警方釋破為 詐騙取部首的身份 18歲車手到超商領 存款部貨提款卡 東西還沒交到上游 領不到一千元工資 先被一炸氣罪嫌 移送台中地檢署震辦 TVBS新聞 將軍彥宏 採论台中採訪報導 盤旋空中的直升機 下個瞬間 閃出超大火光 炸成碎片 烏克蘭軍隊釋出最新影片 聲稱在蛇島摧毀 俄軍軍機 從微信照片也可以看到 俄軍佔領的蛇島冒出陣陣濃烟 烏克蘭連續兩天 對這裡炮火襲擊 展開絕地反攻 不過烏東這架戰機低空飛過 可是嚇壞了不少民眾 反問到一半 一架疑似俄軍戰機從頭上掠過 受訪者掉頭就跑 幸好沒有飛彈 從天而降 只是其他地區可沒有這麼幸運 俄軍特別選在勝利日前 對烏東發動大空襲 對內刺客至少三個城市 同時慘遭狂轟猛炸 現場留下巨大空洞 和殘破的瓦砺堆 而盧甘斯克這所學校最慘 當時大約九十人躲在裡面避難 俄軍一炸 恐怕有六十人不幸罹難 艾爾蘭知名搖滾樂團U2主唱Bono和吉他手The Edge驚喜現身烏克蘭 在基輔地鐵站用歌聲為烏克蘭人加油打氣 第一遍新聞 綜合報導 俄羅斯紀念二戰打敗德國納粹的勝利日 在莫斯科紅場舉行大閱兵 閱兵一開始由國防部長蕭一谷親自檢閱軍隊 這次俄羅斯共出動1.1萬名軍人和131件武器設備出席閱兵 不過因為天候不佳 臨時取消了77架戰機的空中閱兵儀式 末日飛機最後沒有現身 倒是可攜帶核彈頭的伊斯坎德爾導彈系統和亞爾斯洲際彈道飛彈 一如預期在閱兵中亮相 其餘曝光的武器還包含旋風機 多管火箭炮 各式戰車 裝甲車等等 而在勝利日的演說 普京再度合理化入侵烏克蘭的行為 普京強調是北約挑釁在先 俄羅斯才被迫採取行動 儘管閱兵當天紅場上看似士氣高昂 但莫斯科民眾其實很焦慮 俄羅斯大肆慶祝勝利日 波蘭民眾則舉行反戰示威 華沙街頭民眾戴上豬頭面具 扮演被俘虜的俄羅斯士兵 在德國也有人製作穿著球服的普京人行立板 高喊應該把普京送去國際法庭審判 TVB新聞綜合報導 黑色轎車快速執行 接著急忙迴轉 被路邊轎車擋住沒成功 警車緊追在後 把路封死 員警趕快下車攔阻 但黑色轎車竟然先倒退撞警車 再往前撞其他車輛 員警對準輪胎開槍 甚至敲窗 但駕駛毫不理會 油門一踩 快速離去 旁邊就是學校和醫院 不少學生和民眾聽到槍聲都嚇一大跳 停在路邊 無辜被撥擊的轎車 左後方被撞出一個洞 車上小孩嚇壞了 緊緊抱著媽媽 就在9號上午11點多 基隆警方在巡邏時 發現黑色轎車行跡可疑 要上前攔查 但駕駛不配合停車 到遠遠路時 因為道路狹窄 迴轉不成 衝撞其他車輛和警車 員警上前圍捕開了六槍 駕駛還是加速逃逸 其中一名員警在追捕過程中 腿部有輕微擦傷 根據了解 證明駕駛沒有駕照又改排氣管 擔心被抓才會逃逸 他將車停在空曠處 載搭計程車到市區找朋友 警方以車追人 群線逮捕嫌犯 違規心虛 拒絕盤查 還加速落跑 甚至衝撞遠景 撞壞其他車輛 駕駛恐怕不只得負行責 還得吃上不少罰單 TVB的新聞 劉欣奎 周詠軒 基隆採訪報導 閃亮的鐵捲門上滿是彈孔 密密麻麻的一個接一個 把鐵門給打穿了 馬路上掉落好幾顆彈殼 位於屏東東港的這間民宅 清晨五點多 突然招人持槍射擊 一連轟了二十幾槍 嫌犯就是開著黑色的轿車前來掃射 二十分鐘不到 這車又出現在竹田鄉的一間當鋪前 監視器拍下 有人下了車朝當鋪不停射擊 就連停放在一旁的車子也遭殃 輪胎重擔笑了氣 短短半小時不到 連傳兩件槍擊案 可把民眾嚇壞了 就在警方調閱監視器 鎖定可疑黑色轎車之際 35歲的陳姓嫌犯 自知法網難逃 與接應的駕駛一起帶著犯案的長槍投案 原來他跟32歲的林姓被害人有財務糾紛 三年前對方乘到他的工廠開槍 讓他難以釋懷 9號清晨5點20分 他仗著酒意 由陽姓男子開車接送 跑到林姓被害人的住家 連開二十幾槍 隔了17分鐘 再火速趕到被害人投資的當鋪開槍 一樣持槍掃射二十幾發 最後才到離港分局投案 翻用的槍支 疑似美國M4突擊步槍 是儲暴特勤隊使用的 火力強大 到底是什麼樣的糾紛 導致原本的友人反目成仇 還持突擊步槍趕入掃射 目前警方還在深入了解 並追查搶支來源 TVBS新聞 葉鳳達 屏東報導 速食店外送員騎車在巷子裡穿梭送餐 才剛騎出巷口就撞上一名女騎士 雙方重摔在地 女騎士多處受傷 無法動彈 附近民眾全程募集 趕緊報案 這起車禍發生在去年8月 雙方經過半年調解還是破局 遭撞女子更指控對方不願意賠償 葉小姐從事美容業 被撞之後無法工作 平均月薪8萬 加上受傷要使用護具 精神賠償和交通費 一共求償60多萬 但對方認為她也有責任 要求打7折 初步談成40萬元賠償金 但葉小姐指控對方最後反悔 只願意賠償1萬多元 警方分析這名女騎士當時騎在主要線道上面 而外送員扯在巷子裡也就是支線的部分 其實巷口就有明顯的一個停止的標示 要求用路人必須查看路況再繼續行駛 但這名外送員是直接衝出巷口 因此要負主要責任 事發在台北市民權西路捷運站附近 當事人認為對方肇事責任比例比較高 卻求償無門 讓她心理交瘁 針對指控成信店員不願回應 但葉小姐說車禍導致半年沒收入 還得獨自撫養三個女兒 認為對方沒有誠意解決問題 只能尋求法律途徑 幫自己討公道 台北報導 台76線快速道路上救護車火速趕來 先看到大型回收車停在路中 往前走 眼前那側車道還有一輛轎車 被撞到後車身完全毀損 車上乘客頭部受傷揮手示意 那司機部分受困在駕駛座上 那已經有歐卡的狀態 那右後方有一個女性乘客 也是受傷的狀態 我們立即排除狀況 將人員救出 意外地點是漢堡草屯線快速道路 往路港方向 靠近園林交流道 9號上午8點多 一輛自小客車 疑似減速在內側車道停下來 遭後方大貨車追撞 小客車在撞擊外側減速車道上的 另一輛轎車後 彈回停在前方的內線車道上 後車身板肩幾乎被撞爛 而車上駕駛失去了生命跡象 乘客也被撞到頭部撕裂傷 但為什麼小客車會突然停下來 警方初步調查 小客車裡駕駛跟乘客是夫妻關係 疑似丈夫載著太太 從嘉義走國道3號接台76線 要去台中就醫 疑似半路發現證件忘記帶 要下園林交流道折返 就在扎道口前 這短暫的反應時間 在內側車道停下來 遭後車追撞 轎車駕駛最後傷重不治 車上夫妻兩人一死一傷 至於車禍趙澤比例 還要後續理清 TVBS新聞陳志中彰化採訪報導 天還沒有破曉 好幾輛戰車接連帥氣開在路上 正在執行戰備徵詢任務 但卻有一輛戰車在路口處 直直撞上分隔島 交通耗之感劇烈晃動 應聲倒下 耗之感被撞到折腰 戰車則卡在分隔島上面 阿兵哥忙前忙後 處理這一起交通事故 9號清晨5點20分左右 陸軍第六軍團584聯兵旅 戰車在執行時 一位黃姓下士 駕駛到新竹縣湖口鄉巴德路段 不慎撞倒了路口的耗製感 現場放上三角錐警示 還有一些剝落的石塊 當下也有立即通報警方 聯繫縣府單位進行修復 人員裝備沒有受到損傷 對於事故短暫造成交通的影響 我非常抱歉 也非常感謝警方的協助幫忙 後續我們會檢討事故發生的原因 對於這一次的事故發生 第六軍團也公開道歉 除了會跟相關單位洽談後續賠償之外 也將檢討事故發生的原因 加強行車安全教育 以及防衛駕駛觀念 確保行動安全避免事故再發生 今晚正在飄雨 車輛來來往往幾位阿兵哥走在馬路右側 突然汽車往左偏 從後面角度看 紅色煞車燈亮起 一輛機車倒地 士兵被撞到草地上 而騎士很躺在地上 女兒情緒低落 救護車到場時 騎士疑似已經昏迷 送醫急救不治身亡 有民眾提供事發後的行車記錄器 又轉彎到車禍地點前 一輛白車咻地開過去 車速撥慢 之後又看到騎士躺在地上 家屬懷疑可能被撵過 被撞傷的是航特部的士官長 腳上長長一條縫橫疤痕 疑似粉碎性骨折 臉部也有挫傷 家屬無奈 明明也是受害者 卻被指控沒有作為 監視器還原 4號傍晚6點多 4位士兵請走在車道線上 靈性騎士疑似要閃 汽車跟行人突然往右偏 把士兵撞傷 騎士摔車意外身亡 自靈蘭 傷重送醫 經急救後宣告不治 對於林訓民眾不幸過世 深感難過遺憾 後續本部將全力配合 檢警釐清噪音 事發地點就在屏東潮州 跳傘場外的道路 航特部透露 受傷的士官長 當天完成跳傘的獨島訓練 帶著其他軍人返回集中場集合 為何卻會和騎士發生擦撞 警方及軍方都還要釐清造責 TVBS新聞趙麗宋家娟屏東報導